前几天在热门上看到一个视频 说女孩子是应该嫁给物质呢 还是应该嫁给爱情呢 我看评论区说的最多的就是 嫁给爱情的人最后都很惨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那些所谓嫁给爱情的人 往往都是学生时代的情侣 因为学生时代的感情是很单纯的 当你真正嫁给爱情的那一天 真正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 你会突然发现 真正的过日子 仅仅拥有爱情是不够的 幸福美满的婚姻 是需要物质来做基础的 然而大部分嫁给爱情的女人 在结婚生子之后 会选择在家全职代娃 因为他们相信 结婚时老公给他们的承诺 你不用出去工作了 很辛苦 我会养你一辈子的 于是他们不打扮自己 不充实自己的大脑 每天只是围着老公孩子转 沉浸在他们所谓的爱情中 这样的日子过久了 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女人啊 不管什么时候 都需要拥有自己的视野 都要经济独立 灵魂才能挺吧 其实在我看来 能遇见一个珍惜相爱的人 是很不容易的 虽然嫁给了爱情 但是面包自己也一定要拥有 我白天 我白天